嗨各位,我是Nick 這幾年自媒體的崛起 間接帶動了影視產業的 碰撥發展 硬體規格也朝向比較微型的團隊 或者是單人作業 去做設計開發 東西是越做越小,越來越方便 甚至是從有線 變成無線的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一款 活力非常強大的攝影器材 設置團隊必備的無線圖傳系統 那我手上這一套 是由Hollyland所推出的 MARS 400S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盒裝 裡面有哪些配件吧 盒裝打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一本使用說明書 那這個部分呢是五支天線 它是可以折疊調整角度的 那左右旁邊這兩個 則是收發器 這個是TX發射器 Transmitter 那這個是RX接收器 接下來配件盒裡面裝的有 更新韌體用的OTG轉接頭 還有轉接相機用的 底部固定螺絲配件 那最後一個是電源供應器 好的那剛剛以上這些配件呢 就是盒裝裡面的所有東西 通常一個團隊在進行拍攝的時候 不是只有攝影師需要健康畫面 導演、攝主甚至廣告的業主 也是需要及時去檢看畫面 確認畫面的 但是他們總不可能一群人 圍在攝影師的旁邊 看著那個小螢幕吧 那這樣攝影師在移動的時候 不就會看到一群人跟著攝影師在移動 就為了看那個畫面 傳統的方式就是透過拉線跟布線 去連接監視器來檢看畫面 不過有些機位或場景 還是可能會因為線材的長度 或者是地形上的限制而顯得不太方便 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現在非常流行拿著這個穩定器來進行拍攝 那如果攝影師拿著穩定器 我手邊暫時沒有穩定器 我就用這個來代替一下 那如果攝影師拿著 那這樣一直走位移動去運進拍攝 那這個線材到底要準備多長 然後可能還要加派一個人力 然後幫忙整理這個線 避免攝影師轉一轉 把自己變成戰鬥陀螺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無線圖傳就是解決方案 我們分別會在相機或攝影機上面 安裝發射器 然後在監視器上面 安裝接收器來接收訊號 用來取代中間這一條線 那這時候就可以突破線材的限制 來自由方便的拍攝 那接下來我就來介紹一下這一款 由Hollyland所推出的MARS 400S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首先是質感 這是由金屬機身打造而成的 那比較堅固耐用 表面是採用這個金屬磨砂的材質 手感非常的不錯 那也歸功於這樣的材質 收發器加上天線呢 一個不到200克 非常的輕巧 再來是易用 很多人會害怕去操作不熟悉的軟硬體設備 BI8它的按鍵非常精簡 只有三個 上跟下還有確認 而且呢它也能夠切換中英文介面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只需要連接好線材 接著開機 你都不需要做任何設定 它就自動連接完成 可以直接使用了 供電方面呢 我們可以使用內附的電源供應器來供電 或是Sony L型的NPF系列電池 包含970、750、550等等 那這個電池我們一般常常應用在 攝影機、LED燈、監視器、圖傳等 攝影周邊上面 算是非常常見的 接下來是好用 它有非常多我覺得很好用的地方 首先是收發器上面 自帶一個OLED的顯示螢幕 從上面我們可以得知連線的狀態、電量 還有場景模式 再來是低電量警告 如果你是使用電池 在沒電的前30分鐘 那它會提醒你非常的貼心 然後它提供了兩種訊號接口 一個是我們常見的HDMI接口 可以給相機使用 另一個是電影機所使用的SDI接口 你可以根據你所使用的硬體設備 來選用適合的接口 接下來是智能選屏 那像這類型的無線化的產品 最怕就是訊號干擾 比如說你進到人比較多的展場 訊號干擾多的地方 可能就會直接失效 或者是訊號不良 那MARS 400S能夠自動掃描 當前最適合的平套來使用 讓設備保持在最佳的工作狀態 而且操作非常的簡單 然後是場景模式 它一共內建三種場景 畫質優先、平衡模式 以及延時優先 簡單來說 畫質優先就是傳輸最棒的畫質 但是犧牲了同步性 增加了延遲 延時優先則是相反 保持最佳的同步性 但是犧牲的畫質 那平衡的話 就是一個中庸保守的選項 根據你選擇的場景螢幕上 也會更換不同的icon 讓你知道當前的場景模式 還有一個功能非常棒 我覺得很方便 又可以幫你省錢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來連接圖傳系統 那你的手機平板 跟這個監視器呢 就可以同時監看畫面了 所以你就不用多花錢來購買 額外的監視器了 透過手機就可以 那這個對於初期 團隊的初期 或者是學生團隊 是非常友善的一個功能 那APP的操作也非常簡單 我們手機呢 安裝專用的APP HolyView 選擇對應的圖傳系統 連線到它的WiFi網路 接著呢 掃描發射器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連接上了 APP裡面提供了監視器的常用輔助功能 比如說放大鏡 波形圖 峰值對焦 巴馬文 尾色彩 也能夠套用LUT 你也可以在截圖上面呢 做記號 同時也能夠錄製影片 方便後續團隊討論說明 非常的貼心 好啦 那最後我們來聊一下它的傳輸效能 它可以傳輸1080p 60幀的畫面 同時聲音也能夠傳輸 這樣已經滿足我們大部分的使用需求 在延時方面呢 官方數據顯示是低於0.1秒 根據我的實測結果呢 確實還不錯 使用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同時盯著兩個螢幕這樣看 所以這樣的表現呢 是可行的 那最後 是傳輸的距離 根據官方的數據顯示呢 它的有效的傳輸距離大概是 400英尺 那大約就是120米多一些 就是棒球場從本壘到中外野的全壘打牆 這個距離差不多就是400英尺 蛤?你說你沒有在看棒球 那學生時代你總有跑過百米吧 就是百米的距離再更遠 蛤?你說你很久沒有跑步了 那沒關係 我還是有實際的到外面去測試一下 這個連線的狀況跟距離喔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好啦,我到我們常去的這個池塘 今天天氣還不錯 然後這個直線呢 我有上網先看一下 它有120米 到那個轉彎處 然後這個鏡頭 好了 那我現在要來連線一下我的這個 圖傳喔 OK 好,你現在可以看到我的手機 跟我的這個監視器都有畫面喔 那我就開始 往前方走吧 7-8-9-10 這裡是50步的距離 50步的距離 突傳沒有問題 但是Wi-Fi一直在重新連線 時好時壞 7-8-9-10 目前我距離我的相機90步的距離 然後我透過放大看到Wi-Fi還是有訊號 只是中間會斷斷續續的 OK,我再往前走 1-2-3-4-3-9-40 目前Wi-Fi是已經都沒有訊號了喔 我這邊應該已經120米了 120米還有訊號嗎 有 那我再往前走 OK 走到沒有訊號為止喔 基本上我現在已經看不到我的相機在哪裡了 然後 圖傳還是有畫面 所以距離大概120米左右會沒有訊號 我預估這個距離差不多是120米左右 我到轉彎處沒有訊號 我兒子跟我回手了 所以今天測試這個距離 實際上是可以達到大概120米一定是有的 那Wi-Fi的訊號從40 3-40公尺就開始得到一些干擾 然後大概5-60左右就開始會斷訊了 70之後基本上是不可用 好 我遠遠的走回來了 基本上剛剛這個測試的距離 跟連線的品質已經可以滿足我們大部分的使用需求啦 那這是一套非常適合入門的無線圖傳系統 操作相當簡單 外型設計上輕巧方便 功能也相當的豐富 那對於有無線圖傳需求的創作者或微型團隊 那這一套呢 由Holyland 所推出的Mars 400S 無線圖傳解決方案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分享給你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之後我也會持續的分享更多我覺得有趣不錯的攝影周邊配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你持續關注訂閱我的頻道 好了 我是Ni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